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我们的白化佛法 实际上人的一生应该解脱 而不应该执着 因为执着会让你一生走错很多的路 最主要它会漏掉你本来的善终和你的善缘 你想想看一个人非常执着 他很快地把他的缘分就破坏掉了 别人本来跟他很好的 他就坚持我一定要这样 他很执着 时间长了 他会命也被他自己害掉了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什么事情都要想到 我心中有六贼 而这个六贼是伤害我最重要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基础 因为这些六贼 他会让我的佛性失去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心中 不要试入太多的贪心和物质 因为你的心中试入了太多的贪心和物质 那么你业障的来源就开始了 很多人说为什么你有业障 他没有实际上业障 就是因为你试入了太多的外层的东西 感情上放不下 恨别人 嫉妒心 其实基本上的业障 都是从这个六个管道中来的 所以我们说怎么样来管好自己的 心中的六门 这个六门 意念呢 不要去恋悟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很好啊 我喜欢这个啊 房子啊 车子啊 什么东西啊 不要受入太多的 这个恋悟 叫义不恋悟 鼻子呢 鼻子呢 不要去忘息 也就是说呢 鼻子啊 不要去随随便便的 去闻那些不该闻的东西 我们说一闻到香的啦 马上就是 忘乎所以了 忘乎所以了 所以 有的时候 闻到那种 他认为这种 肉的香啊 烤野味啊 他就 那这个 鼻不能忘息 口不能贪食 嘴巴不能贪食物啊 因为很多时候 你吃一点点没关系 你吃了太多了 你贪食物贪得多了 那你慢慢的 就会什么都要 什么都不肯舍 什么都要吃 越吃越多 那么人呢 管不住自己 所以人家说 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就是一个口 然后呢 六贼即空 你基本上 要懂得这些事情之后呢 你要把自己 心中的六个贼 掩耳鼻舌声音 好好地管好 你就慢慢地 六贼即空 五蕴自鸣啊 你的五蕴啊 我们心经当中说 照见五蕴即空 你怎么样把五蕴 照空呢 实际上 五蕴要自己 能够明白 我自己明白 我完全看穿了 看破了 你这个人就是 照见五蕴皆空了 受想行事 受想行事 那些感受啊 那些思维啊 思想啊 那些行为啊 那些意识啊 这个受想行事啊 要如镜见行 像感觉到 这些东西啊 哎呀 都是像镜子里照过的时候 有 离开镜子里了 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过去 有人经常拿镜子来说 心要明如镜 实际上 你的心 照见了好的 心中就存在好的 照见了恶的 心中就有恶的 那么你现在如镜见行 五蕴自鸣 什么意思啊 你的心啊 要像镜子一样 要像这个 照过了之后 它就没了 等你再去看镜子的时候 又换了一个人了 不是你了 你的思维 受想行事 全部都是如梦幻泡影的 所以五蕴自鸣 讲的又是 要懂得 你的蕴 怎么会明白的 那么你精气神 要上下流通 我们说 一个人的精神要好 气 就是你一生 很重要的 一个能量场 一个人有气 正能量的 浩然正气 你这个人 什么都敢做 身体好的时候 心情好的时候 看得到前途的时候 你特别开心啊 因为你这一股 浩然正气啊 在上下都在窜 在你身体上 一股浩然正气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 常养定辉 其实菩萨 让我们常养定辉 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们啊 经常 要 好好的保养 好好地有修养 好好地养着 自己的定和慧 因为任何人 只要有定了 他慢慢才会有慧 当一个人心定得下来 他一定会有智慧产生 你看看很多人定不下来的 天天信不定 他哪来的智慧啊 心净如水 定当解脱 所以佛法就经常说 你定当解脱 你这个人一定能解脱的 因为你心净如水啊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为什么水特别好啊 水清澈无比啊 干净啊 对不对啊 又安静又干净 希望大家呢 心中要学佛 要像卤水般的 这个清净 所以干净的人 他在自己的本性当中 就会慢慢地空 在性空当中 在性空当中 他就是没有杂念的 无杂念的 很干净 所以学佛人经常讲 为什么叫性空 本性要空啊 不要有杂念 不要想得太多 你想得太多的话 你自己给自己 带来很多烦恼 你什么都想不通 你本性不会空的 所以在性空当中 你慢慢地定下来 最后连境界都没有了 你哪来的冥相 你哪来的人间 这么多杂念和冥相 你冥相都不住了 你到最后连寂灭都没有了 你都不要灭 你自己心中完全解脱了 你的一种内心的境界 也变成一非境界了 它已经不是境界了 你本身有这个境界 你说你还要去跟人家解释 我有这个境界吗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在争吵 你在别人上不跟别人争吵 你还要去跟人家解释 你看啊 我没跟你们吵啊 你们在吵架 你看我没参与啊 已经到了完全 进入了这个境界当中 所以寂灭都没有了 这个冥相都不住了 不住了 不住相了呀 所以你说我今天在弘法 我在弘法 我还住相 我今天已经不住相弘法 我说了 我就在弘法呀 我没感觉我是在弘法 而是我已经在弘法了 所以要空观出 人间无常 空观是什么意思啊 看出来呀 人间无常的呀 有什么面子啦 人生一切都如梦观泡影啊 如露玉如电啊 应作如是观啊 就是很简单的人间的东西 你要看到 用空性来空观出 人间无常啊 这个世界哪一样东西是有常的 你们看我们小时候的面子 现在没有了 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当时脸红了 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过一会就忘了 就没了 它是空观之后 人间一切无常 你才能体悟出 人生如梦幻泡影的真谛呀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 为什么说如梦幻泡影啊 一个炮 灯光照出来像影子一样 如梦幻泡影啊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真正能够悟出佛性的人 他在人间啊 就像我们寄宫活佛一样 走走走 逍遥的走走走 他把人间一切看的都是空的了 他有什么烦恼啊 你看看我们人多可怜啊 看见就是烦恼 看这个脸像就是一个苦相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学会放下 所以想一想 人时刻就是因为想不通和烦恼 和自己的人生的面子 如梦幻般的泡影 他这个人生啊 他还在钻在里面出不来 你哪能找到真谛呀 佛法说了 人间的真谛就是苦空无常啊 一切都会变的嘛 你为什么在一个没有变的时候 你为什么去执着的 以为他不变呢 他一定会变化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修行人的出离心非常重要 一定要坚固 就是我今天修出离心的 我不在乎人间一切 我什么都放得下 不要说几句话了 再被人家诽谤了 被人家怎么样的 嫉妒了 一切如如不动 自然坚固的道心 就拥有修行人的出离心啊 因为我不想在人间 长久的跟别人纠缠 我在人间只是 短短的一生想寻求一个真理 来找到回天之路啊 来找到怎么样 做菩萨来救度众生的一个方法呀 你用这种心 你才能心胸宽广 什么都不在意 什么都放得下 心胸自然宽广 所以很多人不懂啊 经常说 哎呀 我心胸为什么这么狭小 因为你没有 懂得什么叫真谛啊 这个真谛啊 一定要理解啊 眼光要远大呀 要看到未来呀 眼前的一点利益 眼前的一点名利 眼前的一个面子 能够给你造成多大的伤害 那就是说明你心有多大 没有给你造成伤害 说明你的心非常的 像大海般的宽广 如果给你一点点事 一句话 一个动作 就给你造成了伤害 说明你的心 还不够宽广 所以人生观要改变 我们人生到底怎么来看它 叫观 就是看 我们怎么样来看人生 就是人生观 人生观要改变它呀 要看破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为什么不看破它 不要被茫茫的红尘 人所困所累 你看看我们人一生 为了一个面子 为了一个名啊 利啊 为了一个着相啊 哎呀 我一定要了 我这句话面子没有了 哎呀 我当了这么多人的面 我失去了很大的面子 哎呀 我是一个老学博人 没有 这一切如梦幻泡影 记住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一个小时之后 可能你早就想通了 如果你一个月都想不通 说明你非常的执着 所以不要被滚滚的红尘里边的 五着恶事所累积 所困 一切名利得失 一定要把它淡然消掉 什么名啊 什么利啊 什么得到了 什么失去了 我们得到了多少啊 我们最后都失去了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得到了 我们又失去了 名和利都会走的 利 比方说 有钱 有房子 有汽车 都会慢慢的没有的 对不对啊 名 你今天做会长了 做董事长了 或者做老板了 你一改选 你就没了 所以一切 要把它看了淡然一点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淡一点 你可以吃饭了 你太咸了 你吃不下去啊 人间纷争的烦恼 那就是过眼云烟了 你想想看 人间哪有 这个纷争的烦恼啊 我们小时候有很多同学 吵架 有很多小朋友 喜欢见的就吵架 现在想想我们多么的可笑 我们学佛之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一切 简直就是 根本就是 不应该记在心中 不应该当时去争吵的那种 无稽之谈 现在讲起来都觉得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惭愧 非常惭愧 当然人不能说 一生出来就能有觉悟 他还是有个过程 所以修行的品质 那是很重要 什么叫修行的品质呢 一个人修行有品质的 这个人 修行了 你的质量好不好啊 你的品行端正不端正啊 如果这个人品行好 质量 很认真 那么叫精进 那么这个人的修行的品质就好 如果这个人 麻麻糊糊念经 就像 随便念念经 有口无心的 这么去念 你说说看 他这个品质会好吗 哎呀 我在家里念经的 我在家里烧香的 然后呢 跑到外面 照样 我心我素 照样自己做自己的 那么家里是家里修行的一套 到单位里 到外面 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那这种人的 修行的品质就低下 所以你没有办法 接近菩提呀 你怎么能接近菩提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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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